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下降93亿美元至1.07亿美元 为降幅最大的国家 在截至6月的22个月中 中国累计减持1437亿美债 目前 美国债务赤字总额 已连跳三级即将触及26.7万亿美元打官 且债数据还在实施增长中 相较1989年 里根发表离职讲话时 更是增长了7倍多 德银分析师表示 按照目前的速度印钞 到2028年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20万亿 高盛预测 仅2020财年的 美国财政的预算赤字 就将突破4万亿 一 美元病情诊断书 一切始于疯狂的印钞 自1980年 有历史记录以来 美国M2通常表现为 缓慢且稳定的增长 今年以前 其增长率从未超过15% 但今年的2月下旬起 为了给资本市场直写 M2一路狂飙 从去年级的6.7% 直线飙升到了 今年6月的22.9% 美元指数随之 从103点的高位持续下挫 8月13日下午 美元指数暴93.17点 自3月以来 跌幅近10% 这是市场质疑美元价值 储藏功能的真实反应 而现代货币理论中 货币的三大主要职能之一 就是价值储藏 也就是说 美元的基础动摇了 问题终于严重到了 令人无法忽视的地步 美元霸权的后事 成为多国主流媒体的议程 美国市场观察网 8月3日 以相当冷静的口吻 给出了一份 美元前景的诊断书 文章提到 美元在经历了近10年来 最严重的月度下跌后 于8月的开始反弹 但这并没有阻止 那些预计美元会 进一步走软的看跌者 截止7月底 美元指数下挫近10% 贵金属方面 黄金价格占上了 每盎司2049元的高位 尽管8月10日 金价有所回落 但今年以来 已飙升近35% 期货市场方面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元很不受投机交易上的青睐 报道援引 扎达银行的首席策略师 巴罗的观点称 通常情况下 美元在危机期间 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货币的表现的稍微好一点 但在本次疫情流行中 美元表现得比其他主要货币更为疲软 这可能令人感到不安 巴罗提供了一张美国经济策略不确定性图表 该图显示 美国的不确定已经飙升至与世界其他地区相似的水平 但在疫情之前 美国的不确定性远低于全球水平 巴罗表示 的确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导致美元走软 但根本的问题是 美元还值得信任吗 巴罗说道 如果美元的经济前景 政策制定过程 选举可信度的方面出现了问题 那么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可能会陷入暴跌 随着美债规模的持续攀升 人们开始担心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7月26日 桥水基金达里奥表示 最担心的是美元的稳定性 他说 政府预算不能一直处于赤字状态 不断发行政府债券或印钱 美国如果不能团结合作 对美元做出更为健全的决策 经济将会走下坡路 据桥水基金8月13日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持仓报告显示 桥水基金二季度加仓黄金 ETF持仓 占投资组合比例为15.34% 加仓幅度34% 持仓价值超9亿美元 上周末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车伟公司二季度持仓出炉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 是他新买入的黄金股 巴菲特在二季度唯一新建仓的个股 就是巴里克黄金公司 共买入了2092万股 金额5.64亿美元 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2% 8月6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报告指出 美国若未能重建财政可持续性 可能导致外国资金对美国固定收益证券的需求意外下滑 进而引发金融稳定风险 8月16日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青在《求是》看文称 当前国际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 采取了强烈刺激的做法 短期看这一做法有利于稳定经济与金融 但是中长期效果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郭树青称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 当前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 无限量化宽松政策 实际上也消耗着美元的信用 侵蚀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 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 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输入性膨胀 外币资产缩水 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等多重压力 更严重的是 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出了 中国是否有能力放弃美元的问题 报道提到 虽然华盛顿方面正在威胁 将制裁中国的金融机构 以及考虑将中国企业 从美国交易所摘牌 但多年来 是中国一直在为美元需求的增长 提供支撑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美元的需求被推高了 美国的借贷成本随之降低 目前 中国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 超过一万亿美元 如果中国放弃美元提醒 美国为其预算赤字寻找支撑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跨境资本研究集团主管 豪厄尔在撰栏中写道 今年二季度 外国政府共抛售了价值50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 其中三分之一的来自中国 对中国实施美元制裁 也可能在短期内损害美国自身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 全球出口贸易的13%和进口贸易的11%来自中国 均为世界贸易的最大份额 如果美元被排除在如此大规模的交易结算之外 可能会在美国金融体系内部造成冲击 而且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 在进入美国金融体系遭限制的情况下 转向欧元结算相对容易 因此 结果只会是美国降低本国货币 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 就在前几年 国际清算的50%还使用美元 现在这一比例只有大约40% 美国依仗世界主要货币的定位 允许自身连续几十年存在巨大预算赤字 这个赤字是由其他国家来买单的 日本媒体也在认真观察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元的态度 目前全球正在加速去美元化 数字货币正冲击着美元的霸权地位 比如日本 2020年1月 日本央行便宣布成立了数字货币应用可能性评估意见共享小组 小组包含陈美国之外的机器国家 并吸纳了拥有技术优势的瑞典及瑞士 目的在于共同研发数字货币尖端技术 日本欲当领头羊 欧盟也不甘落后 2019年年末欧洲央行便成立了专家小组 探讨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 目前数字人民币在我国正展现巨大活力 中国是全球范围内首个对国家数字货币进行实测的主要经济体 在数字变化实际经济体领域 中国已经率先领跑全球 美国数字商会调查数据显示 在数字货币支付领域 我国已注册84项专利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各主要经济体加速研发数字货币时 美国却选择掉队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对一些国家来说 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很具紧迫性 但在美国 现今依然被广泛使用 支付网络众多 银行领域多元化 目前还不清楚 央行数字货币 能在美国提供什么额外的价值 美联储阐述央行数字货币无用乱 其背后实则反映了 该国对美元的低位担忧 小知道 一旦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布局成熟 那么贸易往来 可能就会选择一种 或多种更加健康 低成本的主流央行数字货币 对于美元的需求就会下降 甚至 届时美元会被大量抛售 这将引发美元的贬值 美元霸权地位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实际上 美元信用的不断下滑的局势 已加速了各国央行 研发数字货币的决心 国际清算银行对中央银行的 最新调查显示 全球66家中央银行中 有80%正在研究数字货币 10%家则即将发行 总的来说 在全球巨美元化的背景下 数字货币的诞生 其根源在于技术进步 对全球经济和金融规则的创新 这也可能意味着 数字货币的发展 将是未来全球金融科技的重要主线之一 或将改变现金美元 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